骑脚踏车穿梭在景色宜人的花东纵谷 还是在森林里体验吊挂跟攀爬 救护团113年推出暑期永续营队 邀请从国小 国中 高中到大学的青年学子 放下手机走入自然 今年4月份救护团首度成立了一个 永续发展的研究院 我们原来有四个志愿 就是公益 教育 健康服务 我们把永续发展的这个志愿 当成我们现在极力推动的第五志愿 呼应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救国团也和新光集团合作 成立永续发展研究院 实践大学更设计了一套 以永续为核心理念的救国团制服 更落实永续循环和永续生活 野石基它的全面性非常广泛 然后还有里面呢 也包括碳盘查的 软件的 还有呢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公益的活动 所以永续三十系列评点包含万项 三十几项通通都是企业的需求 我希望所有的大学都能开野石基的硕士班 培养很多的永续长 同时呢也能够参与我们救国团的义工的活动 救国团成员们换上全新形象的制服 持续推出各类的夏令营活动 引导青少年思考生命的价值 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 记者王淑民台北报导